原文哉族,書接上回 上回就講到那個蠢才 居然呢,就下命令 叫人家懦耳蝦赤不要走 坐著等他來進攻,跟他決戰 還有叫人家你不要騎馬來啊 大家不是打騎兵,是用步兵來打過 哎呀,世界上有這麼蠢的人 找這麼蠢的人來當統帥也有的 這件事確確實實令人廢解 那現在呢,楊高就佈置好了 就兵分四路出發了 那個奴爾蝦赤呢 知道楊高分兵四路來進攻 他只是對這部下講了一句話 他們分兵幾路來打我 我只集中一路來對付他 這個奴爾蝦赤呢,長期都是打油擊戰的嘛 搶到東西就就地分匪 分完莊了,就各自跌佬 從來都沒有跟你打陣地戰的 沒有說我起雕堡啊 周竹城池來死守 整炮龍這些東西從來不肯的 所以他呢,就集中了全部兵力來對付明軍 分散了個四路大軍嘛 那他就佔了優勢咯 但是,杜松將軍呢 他並不了解這個老狐狸的打法啊 他帶領人馬 為了搶頭弓啊 飛速前進啊 日夜行軍 一路就被奴爾蝦赤呢 派那些小部隊來偷襲 次次阻擊他 那些糧食就沒辦法趕得上啊 到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一日 杜松沒辦法了 只好停止前進 等那些糧食運來嘛 杜松就將部隊 駐襲在薩兒府的地方 杜松呢 自從出發啊 行軍打了十日的啦 打得有點累的啦 就想在這裡休息一下 杜松是個十分精明的人 他知道 你看 身邊就有敵人的主力在那裡佈置了 等著來打你的了 所以呢 杜松也十分警惕那時候 他那些部下就建議 喂 這個地形不太妥了 不如撤退啦 但是杜松就不肯了 他有他的想法 他 他把六萬部隊 分別駐襲在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薩兒府 另一個呢 就是吉林崖 每到駐襲三萬人 他為什麼要分散兵力呢 嘿 他有他的看法 喏 你 露耳蝦隻 夾齊西 不夠七萬騎兵嘛 喂 你一定不敢全部拉上來的 你當然是把主力留一部分 守住你大本營的嘛 另外 你又知道我們分幾路進攻的嘛 你一定要分散兵力來提防著的嘛 你沒有理由這樣就出來 給我四路大軍來的 夾攻你 你怎麼死定啊 所以 他又計過一條數 現在你露耳蝦隻 拿得出來 打我呢 最多兩萬兩人而已 那我每邊就放三萬大軍在那裡 你打我 我這邊就支持 那六萬人打你三萬呢 二搏一 你一定輸的 所以我就不怕你 杜松將軍呢 他估計敵人就在身邊 這個估計是對的 但是 他另一個判斷就是錯了 因為奴爾哈赤十分了解 明軍的主力就是杜松這個路軍 所以 奴爾哈赤就集中主力來打你 奴爾哈赤一共就統領八旗騎兵 現在他集中六個騎兵來進攻你 那六旗騎兵就是四萬多人了 四萬多人打你 杜松也不夠三萬人 喂 這樣就反過來 二搏一的 人家呢 訓練給你好 打仗經驗給你多 那麼四萬多五萬人 打你都不夠三萬的杜松的守軍 一下子就將這批守軍三萬人 全部消滅清國 杜松那些人呢 是駐守在吉林崖 當他一聽說 殺二虎的守軍全軍覆沒 他一言不法 穿上盔甲 拜領全部人馬上前 去跟奴爾哈赤決一死戰 這場戰爭就打得十分劇烈 打足一日一夜 奴爾哈赤出兵那麼久 沒試過死傷這麼多人 但是不管怎麼樣 到底你是寡不敵眾 實力不如人 你再勇猛的都是假的 最後結果 又是全軍覆沒 英勇的杜松將軍 戰死沙場 他的手下二萬多人 亦全軍覆沒 這個這麼悲慘的結局 到底是力不如人啊 還是指揮上面有錯誤 還是判斷失誤呢 唉 你們都不是很緊要的東西了 因為勇猛的將軍 和他的那幫戰士 已經盡了自己全部力量 盡了自己的責任 戰死沙場 最先知道杜松的軍馬 全軍覆沒的 是北路軍的馬林 因為呢 那時候他的部隊 距離薩爾虎只有幾十里路 馬林是一個文人來的 還沒打過仗呢 全無戰爭經驗 現在大敵當前大禍臨頭 馬林呢 他已經無私自通啊 他發揮他的天才 他將兩萬人馬分成三部分 搶掘戰號 建築公事互相呼應 盼死來的抵抗 關鍵時刻 最危急的關頭 一個文人書生 有這樣的表現 實在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出人意料的 那奴爾哈赤呢 根本就看不起這個馬林的嘛 唉 他自己都沒有出馬嘛 派的部下 大領兩三萬人呢 還要打呢 誰知道呢 打到大半天 喂 一點進戰都沒有啊 自己反為死傷的大批 奴爾哈赤就大吃一驚 咦 咦 明朝有個這麼厲害的將領呢 沒辦法啦 只要親自帶領騎兵 六萬人馬全部擁我們 那麽面對三倍的敵人 馬林就沒有辦法抵擋了 林鎮鐵圖呢 連跟著他們打仗的兩個弟弟都丟在那裡 沒有理啦 唉 這位將軍就真是有頭威 就沒有美陣了 好啦 北路軍就此 全軍復活了 兩路大軍沒有了 十二萬人 就不見得半呢 現在就說回東路軍啦 東路軍 劉庭 他又不知道 打得這麽大的敗仗啊 這位劉將軍呢 就說運氣不是幾好 真是不幸運啦 一開始就走錯路 這些偏僻地方 沒有人問路的嘛 越兜就越遠 不過你說他不幸運而已 也算是行大運 他找不到敵人 敵人也找不到他 所以又沒有什麼損失 不過不用多久呢 原月初四 劉爾哈赤就找到劉庭啦 劉爾哈赤呢 就派一個投降的明朝士兵 就穿著杜松部下的服裝 就去求見劉大都 就對劉庭說 杜松將軍請你 立刻把部隊拉給他回師啊 劉庭也很棒啊 他警惕性也很高啊 沒那麼容易上當啊 他立刻就問他 喂喂喂 杜松和我 大家都是總兵啊 大家同級而已嘛 他有什麼權力呢 命令我的 我可以的 那個投降來做師姐的那個軍事呢 啊爺 好聰明啊 一卵嘴左哄右鴨 居然被他哄到劉庭信了他嘛 好了 就拉隊準備 去和杜松會合啦 於是就落入劉爾哈赤的圈套咯 又是六萬多人打你萬多 你哪都是對手啊 劉庭奮勇應戰 身陷重圍 他自己呢 就知道 沒辦法突圍的了 但是他一點不理 盼死跟你打過 左臂被流箭射傷 跟著右手又中箭 面又被人斬了一刀 整個下巴都斬了 雲身鮮血 但是劉庭 依然是繼續奮戰 左衝右鴨 連殺幾十個人 最後就戰死 在臨死前用大聲呼喊 寧可戰死絕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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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彿看到這個 雲身鮮血的英勇的將軍 左衝右鴨 他的光輝形象 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留挺犧牲 東路軍全軍復活 現在呢 四路大軍 就只剩下南路軍 即是 李宇柏統率的軍隊 這個就真的任何人都猜不到 四路大軍啊 實力最差 指揮能力最低的 就是李宇柏指揮這個 南路軍啊嘛 人家死青光啊 他呢 哈 一點事都沒有啊 全軍 不選一兵一卒 外旋回京啊 為什麼這樣也有呢 哎呀 你都不知道 他呀 拖拖拉拉行軍 速度很慢的嘛 等到他來到戰場一陣 人家奴義哈赤 都已經收兵翻 扯曬 都被人打的 沿途只是因為 逃跑跑都亂龍一些 互相踐踏爭 才恐後 踩傷了幾個人 踩死一兩個而已 有些人就說啊 這個李宇柏人 好彩哦 下架 都被他跌回來 不過有些人就不肯說啊 大家都記得啦 李余柏 是大名鼎鼎 李成良的兒子嘛 有樣東西最緊要嘛 他娶了一個 劇不尋常的女人做妾士嘛 這個就是大名鼎鼎 奴義哈赤的弟弟 奴義哈齊的女兒嘛 唉 大家親戚上頭 那麼多少都手下留情啊 所以就放走他咯 不過不管怎麼說都好啦 啊 打敗張 自己身為統帥 令軍的將領 簡 趕回來北京都很可恥的嘛 所以 一直都受人鄙視 李余柏呢 啊 終於就經不住人們 就鄙視萬馬 選擇了自殺 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嗯 殺以赴大戰 正式結束 明軍大敗 徹底失敗啊 死傷將領三百一十幾人 死傷士兵四萬五千八百七十幾個 財物損失不計其數 打到這麼大的大槍 萬力皇帝就殺分震怒 你別看萬力呢 整天都不上朝啊 不理事啊 但是 大事他理的嘛 你打到這麼大的大仗啊 這麼大件事啊 他怎麼肯放過啊 萬力跟著就要找人宣仗啊 不過你怎麼宣仗啊 四路大軍就將領死青光了嘛 那找來找去呢 他就找到個最大的總指揮 遼東 經略 楊高 楊高 這個人是神通廣大的嘛 什麼時候也做不到他的嘛 這次呢 他有個老上級 首富 方崇 折到後台 哎 又這麼多好朋友在朝中 所以呢 雖然那些賢官啊 那些大臣啊 不斷炮轟他 他一樣這麼淡定啊 但是這場敗仗啊 確是損失太慘重了 賢官就不斷進攻 那些御史呢 由盼死來的上疏 一封接一封 誰都要處置這個楊谷 在關鍵時刻 奴爾哈赤呢 又幫了個大忙啊 奴爾哈赤是趁機攻陷了明朝 中邀大城市鐵嶺 哈 那這回就火上加油了 更加激動公憤啊 那些大臣呢 就拼命地攻我來 皇帝都頂不住了 於是就下令追狗 將楊谷拉入大佬 經過審判 盤處死刑 坐了幾年牢嘛 直至斬頭了結 好了 打敗將責任已經搞清楚了 但是 遼東的局勢 十分危急啊 立立亂一塌糊塗啊 遼東的北部 全部被奴爾哈赤佔領了 明朝呢 在遼東的根據地什麼都沒有了 只剩下瀋陽和遼陽 形勢啊 十分危急 不是吧 不是說危急啊 應該說萬分危急啊 薩爾虎戰爭之後 明軍已經是徹底混亂了 薩爾虎戰爭之後啊 明軍呢 已經亂了大龍了啊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根本都沒見到敵人 一聽到啊 奴爾哈赤來啊 走都走不先啊 老百姓 敵佬 士兵呢 更加爭先恐後地走啊 有些騎兵啊 怕死啊 居然呢 將自己的戰馬夾殺 餓死他 沒了馬了嘛 不用上戰場了嘛 指揮系統呢 就徹底打亂了 撩東地區呢 那些軍響幾個月都沒發過啊 不單止說沒有銀嶺啊 連飯都沒得吃啊 看來 奴爾哈赤 佔領整個撩東 已經成為定局了 但是啊 偏偏是世事難測啊 奴爾哈赤 他的夢想很快就變成 炮影啊 他認為啊 楊高已經下台了嘛 接替他的人 現在就倒任了 這個人 叫做 鴻亭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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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楊高那麼軟線 沒有那麼容易欺負的嘛 鴻亭伯 是江夏人 只是現在武漢附近呢 他自身是很聰明好學的 在鄉市考第一 三十歲中尊師 做了御史 此人脾氣太差 去到哪兒都跟人合不來的 所以 二十幾年啊 做來做去都做過御史 硬啊 沒得升級啊 他也沒什麼計較 他還有樣嗜好啊 喜歡罵人 一罵就罵得十分厲害 十分難聽啊 後來呢 他調去刀殺院 那些脾氣一樣不改 那些同事就個個聽到他 沒得怕他 沒有人肯跟他聊天的 也沒有人理睬他 他確實成為一個泛中怒 黑人爭的人物 啊 怎知周是這個泛中怒 黑人爭的人物 居然挽救了明朝 如果不是這個黑人爭的人物啊 明朝 走就收檔啦 走得國破家亡 不可收拾啦 哈哈 你這個人這麼厲害的 嘻嘻 肉之厚是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啦